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 请看第一题 How about什么shopping about是一个戒字 咱们说在戒字的后面 只能加名字的形式 但是出现了动词怎么办呢 就给它变成懂名词 懂名词就是动词后面加上ing形式 所以看见戒字 后面的动词就直接加ing形式就行了 这道题直接选b 去购物怎么样 第二道题 Why don't you什么foodball 这道题呢 前面出现了这种动词 如果出现了 这三个主动词的时候 后面的动词呢 直接使用原形 所以这道题填的是 你怎么不踢足球呢 第三道题 5月1号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咱们要知道关于时间戒字的一个小口诀 一年应月应季节 按加具体某一天 at要加时间点 所以根据口诀 这道题啊 我们选的是A选项 因为5月1号是某一天 等于一天 等于一天 要用un选的是A 那么4 It's time 什么school 在It's time 后面呢 可以加两个东西 可以加2和4 2后面加的是动词 4后面加的是名词 学校待在那里一动不动的 是名词 所以这道题 我们选的是B选项 It's time for school 该上学了 第五道题 Would you like什么milk 说你想要喝一点牛奶吗 诶 这是一个表示请求的句子 对不对 咱们说 表示请求或建议 一问词不用any 要用some 这个是固定的啊 所以这道题填的是A选项 第五道题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给李老师 点个小星星杯 更多语法大招 预约直播 来我的直播间 学更多